BB,這麼久沒見,你慣不慣嗎? 當然不慣 我答應你,看這個項目 如果沒東西再看的話,我馬上飛過來見你 到時才算 我怕你趕頭趕命,又要飛回去會很累 對了,做了三個月護士,你慣不慣嗎? 慣了,不過我在一個同事家 我和Ronnie一直都認為 如果大家真心相愛的話 無論隔多遠,也無法考驗我們的愛情 喂? 你還在睡覺嗎? 對,今天早上要早上 為甚麼?你拍攝,很少延遲這麼久 文化差異 我和這裡的人真的完全溝通不到 對了,你這麼晚? 對,我今天早上早上 在職業時,有個同事發揚調 BB,我待會還有一個會議要開 妹妹,不如我們遲些再談 Jesse,女人青春有限 你這樣等,還要等多久? 也不是的 Jesse這麼難得才找到一個適合自己 我覺得值得等人 但我們連臉書的時間都越來越少 傻瓜 這個世界有14億人 你怕找不到另一個適合嗎? 傻霞妹,令教人打仔,莫教人婚妻 婚什麼妻? 男未婚女未嫁 我關心你才這麼說,Jesse 在哪裡? 剛才跟客人交演你後期 現在在工作室準備回家 嗯… 對了,你下個月的工作確認了嗎? 確認了,不做了 我可以飛過來找你了 真的嗎? 喂,BB 其實我也拿了兩個星期大假 不如我過來你玩一個星期 然後再去台灣玩幾天吧 傻的嗎? 過來我到這麼遠 我們直接在台灣等吧 Ronnie,你去你了嗎? BB,客人還有事要追蹤我們 再見 拜拜 Jesse? 為什麼你會在這裡? 這個時間,屯門公路沒有塞車嗎? 一場姐妹你敢對我? 還叫我不要等? 喂 你瘋了嗎? 你的手沒事吧 下雨金鐘就三段來的 有沒有震傷來的? 是否要穿抽? 來吧 你冷靜點… 下雨空手到黑打一段來的 一拳打死我們兩個 我不想死,你冷靜點好嗎? 好吧 阿霞,你先回去吧 我再打給你 要隻抽,叫我吧 Jesse,其實我想跟你說很久 自從搬到香港之後 我發現我們的感情已經變得真 對 當初你不是說過 只要大家相愛 無論隔多遠都不是問題嗎 對 我當初也是這麼想的 但我真的沒想過 自從我搬到香港仔半年之後 我跟大西北的人 有這麼大的文化差異 就像上次一樣 我派一隊組合中 有五個人都是住粉嶺和元朗 我跟他們完全溝通不了 好,更何況你住在天水圍 你說甚麼 你以前也是天水圍人 以前歸以前 要乖乖乖做拍攝這行 全部製作家都在觀塘 你在屯門醫院上班 一條屯門公路 一條開園道 你覺得我們還有相見的可能嗎 我知道大家都結束 我們就說過放假約在中間位見面 為何不可以遷就大家 我沒遷就過你嗎 第一個月我約了你在荃灣等 你去哪兒 你去柴灣 你還好說 荃灣有這麼多條街不選 你偏偏選荃灣各街等 我怎知道荃灣各街不在荃灣 而在荃灣 之後我也就回你 你去觀塘雲尼吧 你有出現過嗎 我怎知道佐敦谷公園是在觀塘 而不是在佐敦 那你回答我 阿霞也是天水圍人 為何選他不選我 阿霞是在香港出生的 他十五歲那年才搬去天水圍 其實本來我也是打算找他掃褲 但原來有很多事情 都是不知不覺的 你喜歡阿霞不是問題 為何這些事情不可以清清楚楚 為何要一腳踏兩船 是踏 甚麼 淺踏的踏 一腳踏兩船的踏 即是淺踏的踏 為何沒見你一陣子 天水圍的口音重了那麼多 我現在問你 為何背著我和別人一起 你捉我的口音 你連說話也沒說清楚 我們怎樣溝通 為何你可以把所有事情都本末倒置 你的天水為人就是這樣 這些就是文化差異 那即是你覺得做一個香港製人 比較高級 是 至少我們香港島這邊 罪案率也比較低 你來源天團 打開新聞每天都斬人 我很害怕,我不敢再進來 我連B仔糧粉也戒了 你說我有多害怕 誰不望有日海洋公園 就塞海豹來咬死你 香港仔 從那天開始 我終於明白 選伴侶 一定要選一個住得近的 後來聽朋友說 Wonnie和阿霞都分開了 因為他沿著銅鑼灣的阿霞太遠 不過我沒想到最後一次看到他 是在新聞上